我不是约了恐将的祝伯 准备点乱刀缝解锁行资是吗 这么在这里歇妻子来了 歹妄 此事不妥 挖黄乃人族十足 岂能如此轻浮 歹妄 什么万亿 就在绿皮奇怪追尘 一股庞大的技艺拥有了他的脑海 我居然穿越成了逢神世界的祝妄 逢神打戒可是胜任的优戏 大伤注定要灭妄 不过祝妄的后宫可是个个脚底底 带王真是荒谬 对着女娲圣像也能发出给给给的笑声 带王还请三思啊 会遭天前的 他瞄的 当个歹妄还要被你们吱吱颠颠 那还高个的 万岛的帮家是吗 可惜我没倒得 姑奈党史认晃 叫无至尊 难道还配不上一个女娲 带王慎言 女娲乃是天神 万一降罪下来 百姓可就遭殃了 窝子横道响舔小 爬个臭 走 慧光要厚厚 厚厚厚 不知道后宫的肥子张得哈拉哨不哈拉哨 你摆烂的行为触发系统降临 多子多福系统正在绑定中 系统 你的作用是什么 丁 多子多福系统绑定成功 只要多纳妃子 多生孩子 你便可以获得系统祝福 而你每一个孩子 都将是人中龙凤 你孩子变强 你也能够得到十倍的反馈 传越才着急 连孔奖女主播的味道都没问到 这系统坚持就是比我量神搭造的 丁 新手大礼包已经发放置你的系统空间 请注意查收 系统 查看新手大礼包 狗系统 你敲不起睡呢 我才耳尸夺碎 你就让我用削烂斗 此为六阳神弹 服用此弹将变身六阳肢体 续航能力和坚韧度大幅度提升 你将拥有两颗钢铁一般的腰子 停起来还不错 事实也无妨 红黄直理的确澎湃了不熟 系统 这卡片有什么功能 丁 这是一发入魂卡 对着对象使用 触发万费播种几率 并且孩子出生自带特殊体制 这卡片坚持就是不约不运缓折的福音啊 不过我究竟傻成 这卡片我用不傻 弹王是否要进龙德电异室 一个帽让大臣们鸽子恢复 龙面直接取望飞的福德公 弹王你怎么来了 古今日图干不死 便向来望飞者放松放松 弹王能来 是妾身的荣幸 妹太妹了 古代帝王的小日子锅真是滋润 弹王你在看什么 古王在乡 矮飞自艳除种 若能为孤生下一女 岂不是也入腻一般秘人 弹王 妾身已经是你妃子 理应要为大王生而育女 矮飞你连红的样子真好看 你起穿徐徐的样子 一定也很美吧 我不是在探索东北大猎姑吗 这是哪里 这是什么货 竟如此枪悍 狗血痛 这是什么情况 刚才钻进我梯内的徐鹰石是吗 那是你捕捉到的赤焰大地神魂 当你捕捉到奇特的神魂之后 所生下的孩子 将拥有特殊的体质 并会自动觉醒神魂原本的模板 这和我有什么关系 宿主 请不要这么煽炮 以后你孩子修炼之时 功法会时被反馈在你身上 有机会让你领悟新的神通 肥不肥自无所谓 我主要是喜欢小孩子 带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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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现在可是要回寝宫休息 会什么会 去寝宫招样妃 每天被迫动房三子 这个穿越者为何如此痛苦 穿越后究竟发生了什么 带王 你怎么提起裤子就要走啊 走啊 我是认真的 这关系到我打伤旺超的未来 任重而道约啊 绿皮意外穿越成了风神世界的赵王 此时商朝离灭王还有二十八年 幸运的是绿皮觉醒的多子多福系统 只要多生孩子就能变强 他试图改变商朝的命运 带王 你还舍得来找人家呀 来不及 皆是了 赶紧上车 高喜通 你给我滚出来 为什么江王后没有伯仲成功 我严重怀疑你这破喜通是一个眼皮 叮 每位妃子只能生出一位特殊体质的气韵之子 周王爷与江王后已经有两个孩子 所以本次伯仲失败 我还以为自己姿势不对 一百零八重姿势劝都结束了 若不是我弟子后 说不定就被你逃空了 是你自己猴急 这也能怪我 本筒子也太难了 给你三秒钟 给奔忘胖 每个肥子只能生一个奇韵之子 看来得多招点肥子才行 败王 早朝时间快到了 差点忘记我现在是周王 害怕没有肥子嘛 钟爱卿可有要是起走 大王如今四海生平 百姓安居乐业 臣等无事起走 钟爱卿既然无事 孤王却有一事要颁补 入景后宫宫女皆是贤旺缩六 孤王将法宋音量将念漏着千伞 大王此举 知乃我大商之福也 常言道 一路宫门深四海 这些年老宫额也该安享晚年了 是啊 丹王可比遥顺 此举更是顺应天下明星 丹王英明 怪不得古代君王都喜欢忠勇奸称 提差圣意 说话又好听 前三种宫女后 后宫便更加单薄了 串谷之矣 私人诸后没诸 诸后条选少觅一百个进宫 私人那就是四百个 每万一个 也要论一念多了 应该够了吧 大王 自古红颜多祸水 万万不可呀 是啊 还请大王以江山设计为重 三思啊 这些狱中的春伙 奔望命名是在救大商 再说了 我堂堂传阅这还能这么情意 被你们纳捏了吗 大王的神情不对 表现的机会来了 大王乃是一国之君 不只要其余正事 后宫也要充盈方可 若不如此 哪能显出我大商威夷 好家伙 被非中这家伙抢了先 陈以为 非大夫之言不无道理 大王乃是一代明君 选几位妃子 那是在争场不过 后宫之事皆是大事 缺一不可 孤入锦耳世又齐 西夏却之忧量子 打伤忘事 岂能如此凋令 若孤不多生自死 岂非忧愧于打伤贤族 一受此话已出 一众大臣歼灭了男子 谁都不敢承担 王室决死这个罪名 万岛都要帮家 谁不会啊 旺带王三思 沉迷美色 非明君所为也 这老顽固 竟然还敢多说 商大人 听闻你有一女 换作商卿 何不信于大王 已冲后攻 商卿君 孤畅问上情随时女六 但包度实属 先量熟的 不忘者便命任 去鹰区入宫 逢未献飞 你看如何 这 若首相先进进宫 首相便升为国杖 恭喜商大人 是啊是啊 恭喜国杖大人 哼 商人万万没想到 自己的一次建言 竟然把女儿搭了进去 孤庭问 那季州后俗虎 幽已虑 命为苏大吉 张得过色甜香 文柔可认 孤与领妾送来超阁 谨宫未飞 钟爱情没有意见吧 达吉之名 臣爷早有耳闻 背带王探众 乃是那苏达吉的福气 臣等如何能有意见 好 即使如此 非众 你便去穿姑之意吧 还真是让人期待啊 这个穿越者每天 都要入一丝洞房 否则商朝28年后 就会灭亡 今天更是抢了 周五王未来的老婆 民女伤青 见过大王 大王万寿青年 孝鹤才搂简简娇 桥里又入三春套 今天你的混案我宅定了 不必夺利 你几一入宫 便是姑的肥拼 以后便叫你淑肥吧 大王 我进宫之前 父亲再三兵主 千万要劝导大王 不可太过迷恋红尘滚滚 要以江山大叶为重 淑肥你看 姑想趁蜜红尘滚滚的样子吗 大王目光灼灼 走入稳健 不像是过度放纵的样子 淑肥 我们会轻拱吧 姑爹你砍一个宝贝 大王 是什么宝贝 我养的毛咪毁翻跟斗 真的吗 我还没见过毁翻跟斗的猫咪呢 我们快去看吧 定 恭喜宿主纳飞成功 该嫔妃在风神世界有名 资质平分五星 大商气运增加 十年之内风调雨顺 苏大鸡也在风神帮上优命 不过按照风神剧情 在前来超阁的吐中 大鸡被九尾狐附踢 想到九尾妖狐 除老摩哈喇子都快掉一地 这九尾狐狸 乃是天生狐媚之体 不过这九尾狐狐 可是一个导航不迁的大摇 虚嫌都敢气设 我一个传阅这怕什么 狗血痛 你出来 宿主 你又有什么坏点子 如果我那妖怪做肥子 会不会有什么危险 宿主放心 无论先神 妖怪 你皆可以纳入后宫 本系统护你周全 那任何妖 能不能神后子 理论上人妖是有生殖隔离的 不过你拥有特殊体质 又有一发入魂卡 所以宿主不用担心 狗血痛 现在九尾狐在哪 丁 九尾狐现在在轩缘坟 女娃真是自行不死 居然派九尾狐 迁入轩缘坟 我倒是要看看 你到底有多厉害 嘿嘿嘿嘿 商商 你是怎么教导女儿的 竟然迷得戴王十天不上朝 是啊 你得给个解释 自戴王登基以来 秦于朝政 但是纳了淑妃连早朝都不上了 我明明交代女儿 要多劝劝大王 怎么还是得其凡呢 忠未爱卿 你们昭孤何时 看大王这神色不像沉迷酒色 大王 济州侯苏虎意图谋反 请大王命大军征伐 以昭大商之威严 这俗虎竟然真的犯了 这和冯绳举庆一目一样 串谷之矣 命被拨后冲后护 袭拨后几肠 甩军头发俗骨 他若不讲 那如昭阁伐落 大王英明 大王连日不早朝 我等心头不安 请大王日后勤于正事 改过自新 这家伙又完没完 这是逢慎世界 礼景图指有什么用 你能挽得过圣人吗 好了好了 孤王一知晓 旷北湖六部 你们先回去吧 大王 换臣何事 你去准备地面 退孤王出宫一趟 向不倒拱改前秋 简里不是威业的悬院荒帝 其陵墓竟然推败之次 真是令人唏嘘啊 拱改千古又如何 最终只是黄土一批 连陵墓都无人打理 可悲可叹啊 吴臣旺 你派人 将这悬院墓打理一番 孤王要擒子击败任话 是 大王 姐姐 蛙黄将此重任 托付给我姐妹三人 事成之后 必然会得到蛙黄的重赏 到时赐下一两颗灵丹来 我姐妹的修为 便突飞猛进了 娘娘已经说了 若完成任务 将收我为入室弟子 永远留在蛙黄宫修炼 那姐姐 你岂不是一飞冲天 我等也可以借助姐姐之威 请走洪荒世界 不用躲在这渲园坟之中了 这个任务咱们一定要完成 对了 女蛙娘娘为什么要害那人皇帝心 听说是人皇帝心在女蛙庙做事 亵渎娘娘 娘娘大怒 姐姐 那人皇有着人族气韵庇佑 咱们如何能接近她呢 三位娘娘 外面来了一群官兵 正在清理轩原坟的荆棘 岂有此理 这些家伙是想毁了咱们的家吗 我去收拾他们 这个穿越者每天都要结婚一次 否则商朝二十八年后就会灭亡 穿越成骤王的他 更是想把九尾妖狐收入后宫 这位官人 我姐姐扭到脚了 可否帮帮我家姐姐 九尾妇果然畅在悬院份 还想套路我 看我这么宅你们奉案的 什么干人 这位是人皇帝心 见过戴王 民女失礼了 戴王 民女脚受了伤 不能挤身行礼 望戴王恕罪 丁 九尾狐向你使用一次魅惑 戏图已经帮你抵御 这就开始对我上手段了嘛 待我收了你们 如若不让你们甜甜嚼巴巴 我就不配当传阅者 无妨 奔望也不是那小妾之人 我天生媚体 就算是仙神都不能躲避我的魅惑 为何人皇凡人之躯却抵挡住了 戴王 轩原粉的荆棘从发现一窝狐狸 请戴王决断 一把火烧了 看这些狐狸往那跑 戴王 万万不渴呀 对 忧和不渴 戴王 我姐妹三人最喜欢小动物 这些狐狸都是鲜活的生命 火烧此举有伤天合 没想到姑娘行底如此闪亮 那姑也不为你你们执意 旷飞虎 贬之情地情求别艳景气吧 是 戴王 多谢戴王 没想到大王也如此有爱心 哼 跟我万桃路 登下汇宫宅红案的时候 你们就知道温旺的厉害了 戴王 清理好了 悬院认晃 当年你立下不识之宫 获得无上功德 只可惜你守天道算计 困在火云宫 实在是令人万息啊 这地心怎么会知道 我被天道算计困在火云宫 是谁泄露了天机 新的亮节即将开启 地心乃是新一代仁皇 注定会被寄宪的存在 天道算计人道 人族的气韵被三教与天庭瓜分 这地心恐怕都不知道自己将是亮节之主 没有想到无数年后 还有仁皇祭拜于我 既然如此 我便帮你一把 无乃仁皇宣言 此宣言剑乃仁皇之剑 你既是当代仁皇 此剑便暂且借你一用 传问者玄苑剑乃是众胜猜疏山之痛连指而称 可瞻摇吐沫乃是误上肾兵 地心怎么都没想到 自己此行既然 把宣言坟试奖来迎娶宣言坟三腰使针 竟然意外得到仁皇宣言此剑 夺写玄苑认晃 万倍定会将玄苑剑乃仰广大 不服任谎其中 本就魅惑无相 现如今地心诱惑轩缘次剑 看来此次任务难度又增加了 三位姑娘 你们家住何处 古软卫兵送你们回家 我们已经无家可归了 望大王收留 大王 这三人莫名出现在荒郊野外 过于巧合 望代王三思 本望自由焚寸 玄苑剑在说 区区摇谢 其嫩紧的奔望之身 三位及巫处可取 科夫愿以遂奔望进攻 做奔望的肥子 地心果然和传闻一样迷恋滚滚红尘 没想到我会讲几九几把 多谢大王收留 叮 系统为你抵挡一次魅惑之术 嗨单来 等下汇取我酒对你 试用以法辱混亢 这便是大王的皇宫吧 真是雄伟啊 如果没有遇到大王 咱们一辈子都不会看到 如此雄伟的宫殿吧 你们截着烟 等下汇忘就让你们鬼底求饶 三位爱妃 我带你们去看一个宝贝吧 敢问大王 适合宝贝 我养的毛会做广播剃槽 你就说慎不慎气 广播剃槽是何物 我们现在就去看吧 看完你就知道了 叮 恭喜宿主使用一发入魂卡成功 奖励天仙中期境界修为和物道空间 另外昭歌成为气韵之都 谢通 这个世界的修为划分是什么 我把修为划分放在屏幕上方了 那红军导族是什么境界 红军乃是天道圣人 掌握着洪荒世界的一切 至于混沌圣人和鸿蒙圣人 那是传说中的存在 这物道空间又是什么 物道空间乃是自圆空间 只有你能进去 物道空间内天地原力比外界浓郁百倍 在物道空间内修炼一年等于外界的一百年 仅仅只有百倍修炼俗度吗 打伤还有二十八年就勉力勉忘 我如何在二十八年内修炼到圣人之景 对抗逢身两界 宿主不用担心 有本统子在 一切都不是问题 你只需要不断纳飞就可以变强 命天我预定的四百命肥子 应该能到位了吧 这个穿越者每天都要入一丝洞房 更离谱的是 九尾狐第二天就怀了地心的骨肉 姐姐 你可是遥 怎么可能与人类怀孕 我何时骗过两位妹妹 咱们都是修道之人 拥有内饰的能力 我自然不会看错 姐姐 你可以将其练化 我是过了 根本练化不掉 宣言坟三妖此刻慌了一批 自己三人可是奉命来魅惑地心的 怎么可能给她生孩子 姐姐 要不咱们去求女娲娘娘吧 对啊 女娲娘娘可是圣人 一定有办法量化的 如果我们三个都走了 地心会起一心的 你们帮我稳住地心 我自己去找你挖娘娘 娘娘 小妖有事相求 请娘娘明示 九尾 找我何事 娘娘 小妖奉你之命去魅惑地心 却不小心怀了她的骨肉 求娘娘帮我练化 九尾 你乃天仙境界 此等小事还需我出手吗 娘娘 我是过了 根本无法练化 竟有此事 带我看看 九尾 你肚子里的乃是气韵之死 人族气韵极为浓厚 若是强行散去必然招惹业力 娘娘 那我该怎么办 那城汤江山还有二十八年气数 而现在你怀的是气韵之死 你便先将其生下来再说 哪尼 九尾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这是什么牛马操作 之前让自己去祸害地心 现在去让自己给她生孩子 事情不对劲 风神亮节已经开启 大伤气韵将会衰落 怎么会出现气韵之死 话音刚落 女娲立马施展竞技之术 窥探天机 不看不知道 一看下一场 原来是西方教那两个牛鼻子在搞鬼 竟然利用人皇算计本宫 意图剥离本宫山闪的人族气韵 女娲越想越气 自己乃是人族圣物 然而天道进一次又一次算计人族 丝毫没有将自己放在眼里 既然你们能算计本宫 那本宫为何不能算计你们 人皇乃是气韵之主 你们三人好生伺候人皇 匡扶大伤 若是有人算计人皇 你们可来女娲妙向我禀报 完成任务后本宫自会赏赐你们 小妖皆知 姐姐 你说咱们帮人皇生孩子 算不算立功啊 这个当然算了 姐姐已经怀上了龙肿 我们两个也要加油才行了 走 我们现在就去找戴王 听说昨日戴王去祭拜轩辕仁皇 获得了轩辕仁皇的认可 是啊 我亲眼看见轩辕仁皇还赐下了轩辕剑 那可是人族气韵之剑 看来我们误会戴王了 戴王在后宫并未沉迷久色 实则是心怀天下 多生子嗣亦是大伤之福 我等以后再也不要阻止戴王那妃了 戴王驾到 参见戴王 戴王万事无疆 中外情平身 优势欺走 优势退臭 戴王 恶顺和江龙患各送一百妃子 已经到昭哥了 哟 倒入疑似洞 更离谱的是 今天直接纳了二百个妃子 大王 您看这些妃子怎么安排 那肯定是鱼入君斩 二十天给我安排万 今晚就嫌樊欺识的派子吧 是 奴才这就去安排 定 恭喜宿主达成纳飞两百成就 奖励三张一发入混卡 和一张一心一意卡 上次对九尾试用一发入混卡 丽妈就坏了奇运之字 呼吸美和王美人 也是逢身实践六命之人 必须给他们安排上 定 你可以对九尾试用一心一意卡 只要掌控了九尾 呼吸美和王美人就不敢造次 他们遭就在窝的红黄之力中 交卸透向了 甚至还想帮我狂服打伤 还有必要是用吗 定 宿主有所不知 这是因为女娲的策略有所变化 实际上他们还是听命于女娲 我懂了 我现在就去安排他们 姐姐 刚刚得到消息 毕竟今天纳了二百个妃子 还扬眼每天要翻十块牌子 什么 每天翻十块 长此以往肯定会落下病根 以后还怎么做一个明君 是啊 如果大王沉沦下去 我们三人岂不是有副蛙黄所托 三位爱妃在料什么呢 嗯 地心身上怎么会有法力波动 难道他已经打破了人寰之谷 可以修炼了吗 我们在商量晚上如何给大王家餐呢 晚上我还有事 我现在饿了 我们现在就去吃大餐吧 三位爱妃 你们吃饱了吗 饱了饱了 我都吃出一身汗了 大王你好好休息 我们先回去淋浴了 恭喜宿主完成任务 奖励一张一星一亿卡 谢通 当在胡锡美和汪梅任中下的是什么贴旨 以后你就知道了 现在苏打几正在等着你呢 茶点吧这是忘了 又是欺走 又是腿臭 大王 冀州侯苏护投降 如今已经将女儿苏打几送到了昭哥 苏护与棋子苏泉中 正在殿外等后大王发落 把他们带上来 最臣苏护叩见大王 大王万寿无将 苏护 国语让苏打几警攻魏飞 你为何不愿意 甚至还翻盘预估 回大王 因小宇打几已有婚配 若入宫为妃 便乱了礼节 所以臣才拒绝小宇入宫 按照冯慎里的举情 苏打几须配职任贬使 习博不吉常 只自博一考 那博一考 那是天生的帝王 所以冯慎之中 地形必须颤出博一考 苏护 我欠问你 与打几有婚约职任 可是博一考 苏护惊了 苏打几和博一考之间的婚约 乃是两人孩童知识定下的娃娃妻 这地心为何知道 回待王 正是西伯侯之子博一考 我传阅的果然是逢神世界的剧本 那现在你又为何改变主意 愿意将大忌送入宫中 回待王 小女已和博一考解除婚约 恨好 即已解除婚约 那奔望将其纳入后宫 便呵护立戒了吧 合理 那必须合理 念你送你入宫幽宫 又轻优客院的份上 奔望便不追究你冒犯之罪了 你与俗劝中会到几周之后 惯例好几周称早赴百姓 就算讲功敌过吧 贴待王宽恕 老臣定当不负圣恩 既然没什么事了 就退抄吧 胆无我证实 那张的火锅扬命的俗大忌 到底是喝灯没眼 还真是让人期待啊 俗大忌闲在何处 回大王 已经安排在城欢园之中 这个穿越者每天都要入一次洞房 但是今天苏达吉却不肯就范 没想到这样反而引起了帝心强烈的兴趣 你不要过来 姑为什么不能过来 这田下江山都是奔望的 更何况这里是奔望的后宫 听了帝心的话 达吉绝望了 他知道自己一旦入了宫 必定难逃魔掌 苏达吉 我劝你不要动歪行死 你若是甘子卷 整个甲族都得给你配葬 你你你 一时间 苏达吉既甘心又害怕 不知道怎么办才好 完全乱了方策 你停好了 只有奔望开心了 他们才能好好获胀 明白了吗 爱飞 我们走吧 定 恭喜宿主纳飞成功 该嫔妃在风神世界留名 平分八星 获得系统奖励变性卡一张 这又是什么恨货 这是特殊卡片 可以改变人的性别 并且永远不能变回原来的性别 圣人之下有效 莫头流变 这也太恨了 到时候砍睡不双 智杰专扁他的性别 那感觉肯定恨酸爽 接下来的几天时间 帝心依然流连于后宫之中 不断在后宫刷惊眼 黄飞 奔妄想要为父四方去广一广着阁城 你可以愿意陪奔妄一起 太好了 一入宫门深似海 我进宫后还没出去过呢 那我们现在就去换衣服 果然是神采好 穿什么都好看 古代的一副台包收了 我突然有个打单的想法 黄飞 去拿一些闭墨之眼来 帝王 这好像是一件衣衫 可是感觉好奇怪 离完何在 参迁带王 八者几张 吐至脚笔子一放 让他们没中奉旨势头 奔妄要给拱冢贵妃传戴 奴才这就去 黄飞 我们走吧 毕竟黄飞眼刚出皇宫 意外就发生了 姑娘 你自色不错 跟我回去做雅寨夫人怎么样 光天化日之下 竟然强强民女 实在太过分了 今天本大义运气不错 竟然遇到双脚 正好一起把你们抓回去 快乐直接翻倍 这是轩辕剑 公子 刚才那个人好生凶恶 在他面前 我好像都动不了了 没想到 你们竟然会正义出手 有点意思 喂 我们救了你 你怎么说话的 我让你们救了吗 没想到 你手里竟然有轩辕剑 你们想到的事还有很多 你说话有点意思 甘问姑娘 何妨认识 贵姓房命 小女子家驻东海 熬阴事业 原来她是东海笑龙女 看样子应该是甜咸修味 有谁知道把笑龙女 收入后宫是什么体验吗 血通 对笑龙女 使用乙行依依卡 宿主 你是真的溜 我那又是简举 和笑龙女谈恋爱 又刮不开 和呆刮有什么区别 我初见公子 便觉得公子非同常人 我对公子一见倾心 不知公子对小女子 可有爱慕之情 乙行依依卡 这么溜的吗 这也太直接了 姑娘舔子过色 我又如何能透脱 若姑娘愿意 我这边带你回家 好啊 公子不嫌弃 小女子便好 那我们走吧 穿越城 赵王到底有多爽 小老婆 一次性两百个够不够 想要法宝 系统统统满足你 大王 不好了 发生什么事了 东海龙王带走了敖鹰妹妹 我等三人不是龙王对手 所以 敖鹰乃龙王之女 龙王前来带走也说得过去 不过 我底行的女人 尤其是你们说带走就带走的 大王 龙王可是精心修为 你不是他对手 放心 我那人晃 游人足其运在身 没人敢假海与我 岂有此理 你私自跑出龙宫也就罢了 竟然还做了那人皇的妃子 我龙族的脸都被你丢光了 父王 我与那人皇是真心相爱的 你何必要拆散我们 胡闹 那人皇帝心厚宫女子无数 岂会与你真心相爱 父王 难道就因为我是你女儿 就不可以追求自己的幸福了吗 气死我了 你还敢顶嘴 父君 你就别责怪他了 让他静一静 过个几十年人皇 手中正寝 熬鹰自然就能忘记了 也罢 来人 把这的匿女给我关起来 五十年后再放他出来 父王 我已经有了人皇的骨肉 我要去昭哥找他 怎么可能 龙与人怎么可能怀孕 你休要骗本王 他 他真的有了 什么 此子断然不能留 我龙族岂能与人族通婚 父君 发生了什么 熬鹰怀的是真龙之态 龙族血脉浓度远在本王之上 什么 竟是真龙之胎 这简直就是我龙族的希望啊 婴儿这次因祸得福啊 此子将来的成就不可限量 婴儿 你务必要将这孩子生下来 本王要用东海所有的资源 来培养这个孩子 那父王是不是不反对 我与人皇的婚事了 不可能 那人皇虽是人族之皇 但我东海龙族确属天庭管辖 人龙不能通婚 你就死了这条心吧 父王 你若是不答应 我便和父中的孩子 一同死去 反了 反了 那人皇到底对你做了什么 龙王 东海之上来了一个 自称人皇之人 说要见你 人皇 他竟然来了东海 大王 我在这 我在这啊 父君 你这是干什么 我女儿怀中可是有真龙之胎 万一有隔三长两短 你就哭去吧 还不快将他带下去 不是说人皇不能修炼吗 为什么这人皇却有天仙修为 凹影可是你逮族的 没错 正是本龙王 他是本王的肥子 他还是我女儿呢 那你就是我的岳父对吗 对 不对 本王还没答应你们的婚事 那你现在可以答应了 嘿 你虽是人皇 但却管不了我四海水域 本王是不会将女儿嫁给你的 龙王 你可认得此物 我龙族治保龙门 为何会在你身上 龙门消失后 你们龙族过得有多别去 你应该神有体会 入境本王得到龙门 证明龙族与认族有着特殊的练习 若龙族肿的龙门 加一时日顶能重新倔气 人皇 你要如何才肯把龙门交给我龙族 很简单 你将凹影嫁给奔旺 另外 若认族忧难 龙族无比全力降绑 你龙族浅我认族一个银国 今次而已 我可以将凹影嫁给你 不过凹影肚子里的孩子乃是真龙胜体 拥有祖龙血脉 这孩子必须由我龙族来培养 理应如此 我相信你龙族能培养得更好 至于我龙族全力帮助人族 我还需要和其他三位龙王商议之后再回复你 即使如此 待你给奔旺恢复之时 再探龙门之时 我龙族又崛起了 四海龙王 公餐造化 就连享受的方式都和常人不一样 大哥 你把我们散任找记在一起 作为赫氏 三位兄弟 当然是天大的好事啊 我龙族即将崛起了 大哥 几个菜呀 给你赫藏这样 咱们开始锁胡话了 你们听我说完吗 我女儿敖鹰前些日子偷跑出去 与那人黄香玉之后怀孕了 大哥 家丑不可外扬 这就是你说的天大好事吗 就是 愿论如何能够同魂 岂不是乱了田论 大哥 此事万万不可纵容 那孩子更不能留 你们时不时有饼 让人把话说完行不行 敖鹰肚子里的孩子乃是真龙圣体 具有祖龙血脉 三位龙王皆是一惊 祖龙 那可是天地之间第一条神龙 也是万龙之主 大哥 此话党真 千真万确 为兄岂会哄骗自家兄弟 这是荣光在线的节奏啊 想当年祖龙老祖公参道化 凭借一身准圣修为统领天下水族 与麒麟一族和凤族共掌洪荒 如果龙族有意准准送枪者坐镇 何必在这红黄高节套上 毫无尊严 你们先别脑补了 光是祖龙血脉还不足以让我龙族出人头地 大哥 还有什么好事 我龙族制保龙门 重现洪荒了 龙门乃是我龙族圣物 若能得到龙门 我龙族必然凡神 大哥 那龙门现在何处 在那人皇帝心处 太好了 咱们现在就去抢过来 万万不可 大哥 不就一个人皇吗 怕什么 众所周知 人皇不可修为 当代人皇仅仅二十多岁 便达到天仙境界中期 比别人修炼万年的修为都要高 这说明帝心乃是气韵肢体 而且能让敖英怀上真龙之胎 又有龙族制保 这人皇 绝非表面那么简单 大哥 那怎么办 总不可能放弃龙门吧 帝心让维兄将敖英嫁给他 而且龙族与人族结盟 若维兄答应这些条件 帝心便允许真龙圣体留在东海 而且还将龙门送给龙族 大哥 龙门乃是龙族生物 这些条件算是吗 你为何不挡唱打英 是啊 拿到龙门 又有真龙圣体将士 我龙族必定荣光再见 既然你们都同意 那我便通知帝心 三日之后 他可到昭歌龙王庙迎娶敖英 大哥 此事不妥 为何不妥 咱们龙族与人族结寝 一径不合苍脸 再假上试管龙门 若是其他枪则挺闻龙门县事 毕然会及枕罗之险 咱们龙族解弱 可扫不住在质宝 还是贤弟想得周到 那我便偷偷地将熬鹰送回去 你们暗中保护 如此审耗 走 现在就出发 地心 希望你能好好带熬鹰 孩子出生后 本王会来接熬鹰回龙宫住一段时间 龙王 你就放心吧 我还以为再也见不到带王了呢 小傻瓜 事也阻挡不了我们在一起 就在两人温存之时 一场惊天的阴谋正在悄悄酝 你等十二人应办下杀劫 盗祖欲争你等去天庭任职 为师位保住你等 答应盗祖推动风神亮节 你们若要想在此次亮节之中 全身而退 还需早点准备 敢问师尊 我等如何度过此次大劫 杀劫过重 须有人挡劫才是 你们下山招收弟子 传下道统 若弟子应劫 你等劫数便会减少 或许可保性命都下山去吧 师兄 我们去何处寻那资质出众的弟子呢 据实尊透露 此次俯山亮奸人租大事 即将改变 喜气党醒 称唐奖王 不如我们 掐去找葛 守着皇帝心里 两位皇子为兔 妙哉妙哉 若将帝心两位皇子收走 夺人族气运 那我二人就可逃过一劫 他是十二金仙之手 竟妄想通过收徒来转移杀你 但当他来到昭歌时却惊呆了 太诡异了 我感觉自己的神念都被这人族气运压制 只能探查一丈左右的距离 木斗鲁 不是说人租气运水落了吗 师兄 现在怎么办 咱们的神念被压制了 如何去寻找两位皇子呢 我们直接去皇宫捡人话 让人荒角两位皇子救出来 对 我们乃是圣人弟子 收皇子为徒也不算辱墓了 他们 走 你好坏哦 我好喜欢 大王 边外有两位当人求见 先让他们进来 拼到光成子 拼到赤精子 见过人皇 这不是掺脚十二金贤的捞打捞二吗 掺脚不是要灭窝成堂江山吗 这么抛到昭歌来了 两位贤长 来我昭歌 所谓何时 人荒 我让人前来此销售你那两位皇子为徒 看来逢神两界已经开气了 这两个家伙向让银红银角替他们迎接 能跟随两位贤长修道 乃是他们的贤院 两位请稍等 奔望这便让人将两位皇子叫来 没想到此行竟如此顺利 这人皇可真是一个憨憨 还想散截我 到时候我不让他们上战场 你们又能怎么样 还有把你们的发包都带走 你们就别乡纳会去了 见过父王 快来拜见你们两位师尊 以后你们便跟着两位贤长修道 拜见师尊 人皇 你很不错 又是骑走 又是退筹 大王 明日便是玄鸟的诞辰 按照惯例 每逢日您大商帝王都会去玄鸟庙祭拜玄鸟 好 你去准备一下 明日奔望去击败炫鸟 气韵之力如此浓厚 莫非你便是人皇 正是宰想 甘问岛章命后 听到孔轩 见过人皇 这就是好称圣人直下嘴枪的空玄吗 后世不是说空玄是女儿神吗 这么是个大老爷们 原来是空岛章 既然岛章倒刺 喝不到着格一雪 让奔望一紧抵珠之意 不瞒人皇 其实今日贫道是专为人皇而来 岛章又喝之脚 有一位前辈传训于我 说昭歌城中有一皇子即将现世 此子乃是凤族火灵血脉 让贫道将其带入南里火山 这位前辈会悉心培养 能被空玄成为千辈的 绝对是枪者之中的枪者 极有可能是破血打摇竹拳 空岛章 这孩子还未降生 就算要耸望凤族 只怕要登到鸡水之后吧 岛章何须召计 贫道也是受人之托 你看可否先定下师徒之名 等年长一些 贫道再前来带上山 何人敢偷听贫道谈话 好你个牛鼻子老道 竟然敢伤我 此女子不过惊心修为 为何能接住我准胜的一击 牛鼻子老道 本公子只是路过此地 谁稀罕听你的什么鬼秘密 你方才打了本公子 本公子一时被还回来 岂有死理 偷听贫道谈话就算了 竟然还要和贫道动手 贫道定要教训教训你 一大欺小 算什么本事 我父亲可是浩天大帝 你敢动我 他一定不会放过你 眼前这女板男长的女子 竟然是要吃 省母与好田打底的女人 龙姬公主 看来的被空选一个太阶下了 空倒渣 这其种比喻误会 不如看在奔望的份上 绕她一次吧 靠 看在仁皇的份上 拼到此次便饶了你 仁皇 她日我必来招歌拜会 先行告辞 如果将龙姬公主 守卫肥子的话 岂不是有能够获得 喜通的疆力 仁皇 谢谢你帮本公子求情 这个人情本公子记住了 再见 可惜了 没有一法入 棍卡和一行一一卡了 要不然 你不是走了吗 怎么在我路面上